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Aunticuler吗 是 是 我跟你讲她是 Aunticuler啊 还好啦 其实蛮多Auntic 其实我们很多Aunticuler都是蛮支持我们的 她会买东西给我们吃 还有是买水给我们喝 还有送东西给我们 Thank you 你要这样 你不要不 嗨 我是阿峰 嗨 我是阿庆 我们一起开了一档庆丰园 在中巴鲁Hokker Center 因为我们的主打主题是卖鱼汤 我们两个认识了15年 刚好她又是我同乡 她也是特别照顾我 在外面是叫Gigi以前 Gigi是马来文牙齿的意思 看到她的时候 因为我先看到你的牙齿 Covid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办法做工 当时就聊起了做小贩 我们选择小贩中心 原因也是因为她的时间比较自由 跟咖啡店不一样 因为咖啡店可能价钱会越升越高 我们可能负担不起 我们每天有看到她 看到她好像比家人更多 相依为命 只可以我看她 看我 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属于自己的鱼汤 特别又不失传统的那种味道 我们的汤特别是 我们有那个Combu 但会给这种 芙芙的味道 我负责的是鱼汤底 她是理财 我那要算钱 所以以前考试都拿 在前公司做Head Chef的时候 你有手下 你交代下去的东西 他们可以顺利完成 可是当头的话 大致上我们全部得以一手包板 所以刚开始真的会比较辛苦 也比较累 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 我们也是分工合作 她哪一方面强 她可以互补我弱的那一方面 她的记性好 普通的客户回来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预备 她已经知道她有吃什么了 记性好的人都很记仇 其实我们刚开的时候 6月是刚好开得而日 所以对我们来说 有一点比较不利 那个时候 幸亏也是有NEA的补贴 我们免租金 所以我们可以专注在我们的汤特别 政府也是补助了一个500块 多少可以补贴一点杂费 比如水电费 像GAS这些 我的前老板也很支持的 帮忙在媒体上帮我打广告 这个照片也是 鱼汤它也是特地下来帮我拍的 创业也没有这么简单 很多人都不赞成这个时候创业 可是我们觉得逆境的话 还是得求存 客户说好吃 开始回头 那个是给予我们的肯定 累的时候肯定会后悔 可是这只得照过 然后你的目标得实现 我想选择踏入这条路 我已经知道会比较难 困难来我们就要挡 所以我觉得要走下去 我觉得 好 好 我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